全城香港精神 Hong Konger Station 香港台 香港人主場 大陳志豪由大東 如果你兒子被人按住 你不怕啊? 神經病 我是爸爸 我心想你罰我一萬元 我都給你 你罰我五萬元 我都給你 大哥你不要按我兒子的頸 所以我覺得很唏噓的地方 那些藍絲 你自己想清楚 這兩個小孩 可以不一定是黃絲 是啊 藍絲也可以下去放風打球 你過去之後 就忘記了你是香港人的身份 本事同更新 這條橋其實就是 在一面檢 涉章衛健委的人 放在抗疫的司令部頂層 香港官員是無能的 但是這壹事是誰搞出來的 其實真的在上面 好 志豪Live Show 今天為了慶祝 星期四香港人可以剪頭髮 有些人又不剃鬍 今天志豪Live Show 誰是志豪剃鬍 都可以的 要不要太過表演 現場表演都可以 因為我們真的 還有一個鬍子在那裡 好 來 因為深美都在IG那裡表演 自己怎樣30分鐘做活動 是嗎 是嗎 活動那些難一點 哇 是不是好像那些什麼ASMR那些呢 志豪那些不知道什麼音樂那些 突然間覺得你好MIRROR裡面其中一些 就是只是做這件事 做什麼都開心的 那些粉絲 是啊 我們當剃鬍好像剃走了那些疫情 這樣 是不是可以這樣呢 哇 這樣就好了 但是也好的 你看到很多人 其實加拿大有一個月份 就是有一些 我記得有一個 加拿大很流行的 每年有一個 那時候就幫助癌症的社會 哦 是的 他們那些是 不剃鬍 不剃鬍 看得出你的鬍子都不是很濃密 是有而已 是啊 沒錯 如果說真的 如果濃密就有得它流的 你那些就能夠流到 咦 好像是忙的 梳落有刺 真的很可惜 但是很難得 剛才是這個珍貴的鏡頭 所以 香港就鬆一口氣啦 至少剪頭髮那方面當然啦 要先說一些喜訊 香港也不是很多喜訊 剪頭髮那裡啦 剃鬍就可以做這件事 今天呢 我覺得 對於我來說呢 我就很久 那份對於 沒錯 2019年呢 大家看那個警察的行為呢 那當然會覺得 嘩 還不是 就是我很久沒有特地說黑警 或者死黑警 這個詞 甚至是黑警死全家 有一段時間已經覺得 好像久了 你覺得 是 是 是 好像真的 做什麼要用仇恨去記住這件事 你記得這件事 很多事情可以做的嘛 是 今天呢 不知道為什麼我真的看到這件事 真的 喂 這幾個字真的浮現在這裡 而且是 原來有幫人是從來都沒有改變 話說那個背景就是Channel C啦 大家都知道 就是最近很多人都追蹤他們 因為他們那些 我覺得是民生的事情 好像很多人肯給他 就是你會看到那些屋邨啊 或者有些人在街啊 地鐵呢 都是給他先的 那他們就包裝了之後呢 那大家可以有些事情參考 那我也記得挺好的 那其實這件事都純粹是因為 有些市民就拍到一些片 就是 王廢師母的球場裡面呢 就看到有幾個年輕人打球啊 你知道香港呢 被政府嚇到 哇 疫情啊 三個年輕人啊 不行啊 報警 報了警之後呢 就發生以下一連串的事 看完回來 你會不會覺得我的人是偏激呢 還是到底這麼祥和的 在處於台灣 我忍住了我想不看的了 算了 都要面對現實的 都要面對現實的 好 我們一起看一下 好 不是這個不是這個 這個也是厲害的了 小孩子和小孩子去打籃球 聲稱有居民投訴 於是有幾個懷疑是便衣的警察來到 害他們不要打球 我小孩子只有13歲 我大孩子只有15歲 那當然不會跟他們對抗的 那我大孩子就跟他們說 要拿回籃球下來 就叫其他小朋友幫忙 就射個球上去 就把卡住了在籃球架上的球 就彈下來這個意思 其他小朋友聽到 就繼續把球射上去 那球就下來 那幾個懷疑是警察的 就曬過一下證件的 但是就是一閃而過 然後就是說 那條繩子就不斷地包住了證件 我不是太過明白 就是說 為什麼你在公眾地方執法 你要穿便衣 是不是警隊沒有錢買制服呢 如果你穿警察服來的 是人都沒有話說的 因為你們警察要執法 但是現在不是 你穿牛記套記 走過來大聲看 不斷地打球 然後好像八達通 一閃而過 好像拍卡 那誰知道你的證件是真的 而且還不斷地祖宗十八代我大兒子 然後走過去 因為他不聽話 還要拿回籃球 就推我兒子 我兒子拿他的胸口頂回去 然後另外一個就枯頸 開始按下他來打 你看到 你看到 首先我想贊一下這個爸爸 很優質 神經病 你想想你 如果你的兒子被人這樣按住 我心裡不是吧 他整家很厲害 我覺得在一個這樣的環境 這麼壓迫爆煲的地方 不過兒子被人去到 他還去到現場 哇 他可以這麼心平氣和 把那種情緒很清楚告訴大家 我不是 那種憤怒 不是要打人殺人那些 但是你看完之後 你有什麼 我告訴你 我今天在WhatsApp收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我不敢按進去的 我只看到那個heading 知道是說什麼 其實已經爆粗了 因為重點就是 十三十五歲的年輕人 打球 要被POPO按在地上 壓上去 我反而已經沒有再把重點 糾纏在 那個叫委任證 那些 那些我都說知道 難道你展示我出來 你就可以按下我的地上嗎 就算你穿軍裝 難道你就可以把我按下的地上 都沒有關係 重點是 什麼事啊 打球而已 不用被人打 對不起 我真的覺得神經病 我剛才真的 老海裡面想起很多的就是 以前 以前香港人 在球場上被人打 為什麼呢 因為看古學仔電影 要是被林昆 被那些什麼大哥熊 被人打 都重要不是 以前看古學仔 是被林昆打 然後就會有另一個人來救他 那個誰 就是大佬B 就是黑社會都會有人出來救你 都會跟你說 是誰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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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兩個大哥一見面 就說 沒什麼小孩 大家玩而已 那就算了 現在什麼事啊 現在不是黑社會打小孩 現在理論上 應該對付黑社會的警察 如果他說他是的話 是由他來打我們的小孩 而這些小孩做了什麼 作奸犯科呢 其實真的跟古學仔裡面 打球的小孩沒有分別的 就是說 你敢來這裡球場玩 你沒死過 沒有做任何事情啊 他不是在那裡販毒 不是在那裡爆人瓶 不是在那裡撩女孩子 你甚至於 他不是在那裡跑馬驚 以前的問題學校 都可能說 那些不良少年 在一個球場裡 都在那裡吸煙 扔掉那些 燒爛了那些椅子 那些 那些 我只是問一句 違反限聚令 都是罰錢 請問你違反限聚令 哪一條是說 是要把它壓在地上 還有根據爸爸的說法 是打他 剛才看到這條片 其實我真的很欲赤 神經病 他不斷按住他 什麼事啊 不斷按住他 為什麼我說 我不是馬上想起 神經病 那時候又跪頸 幾個人按一個年輕人 就是了 有機器 這個年輕人 他唯一就是 他的年輕人想拿回球 找我們去打籃球 也是這樣 就是了 然後他說 他推了他一下 那個年輕人就頂了他一下 在那一下 然後就蜂擁進來 我是警察 我要抓你 按你下去 我突然覺得 我很久真的覺得 黑警死全家 其實我們不是說自己 我覺得 為什麼你們會這樣 如果你的子女被人欺凌 其實不是因為 那些人覺得 你們這麼無口德 你們誠成欺凌 不是你們引致 那些人生氣你們的子女 我真的想不通 他有任何理由 是要做這件事 就是好像你說的 我們經過19年 我們被迫 就自己轉化 接受了很多他們那些 暴力這樣執法的原因 就是我們其實已經很低能的了 我們慘到自己都已經 是啊是啊 你不在現場就沒事了 你不走就沒事了 誰叫你穿黑衣服又戴口罩 是你不好的了 已經瘋了 已經自己麻木了 去到一個地步 就不停在那裡退後 來嘗試讓自己好 是我壞 那這次呢 這幾個年輕人 大佬啊 香港這個場面你明白嗎 是啊 暗角七景 是 我剛才畫面是暗角七景 再加上就是當時那些年輕人 你沒有看到 我今天就去看一下那些照片 哇 那個年輕人的臉又是貼了地 又是貼地 瘋了 還有呢 你想回 好的我們又再退一格 假設那些警察跟你說 喂你現在不聽阿sir號令啊 我現在執法啊 你現在當跟我街市講假 還說給你射完那個球 你猜我不知道你們這群年輕人啊 這個說射球 那個說射球 那就是全部都一起射 如果射五分鐘也射不進 我是不是阿sir要陪著你 在球場上 看你射足五分鐘啊 應該都是講這些話 然後說你頂他 可以 那我說了 你要罰他 好吧 我當你可以罰他了 是不是可以有別的方法呢 譬如什麼方法呢 最簡單 我們很記得19年的時候 最開始什麼都還沒發生 612之前 也不是 612之前 試過說有些小孩 在金鐘地鐵站附近 那時候還沒有第二次集會 大家在那些地方 想進行遊行示威 那些警察 就已經想先發制人 在最早期的時候 拍那張照片 全部雙手貼了牆 一次長蛇震 那時候被人拍了這張照片 已經很生氣了 因為大家就說 哇 你和納粹那時候 那些守身或者拘捕 沒有分別 對 當你不是人 沒錯 那時候你想回頭 是不是文明很多 他都是 所謂人格上羞辱你 他沒有打你手 沒有按你腳 沒有躺你頸 沒有壓你腰 也沒有推撞你 也沒有問候你做中十八代 我就想問你 你用這些方法 對付這三個年輕人 這兩個還是三個年輕人 你覺得他真的頑皮得這麼厲害 一個弟弟在旁邊 沒有事情做 你不要打他 還有他最恐怖的地方 有街風看著他 是啊 我看到剛才影片後面 有一個人走過 神經病 有街風看著 然後爸爸來了 跟他講 為什麼你打我的兒子 然後就 一連串的動作 一連串的刀口 我真的想像不到 你想想一下 你用這些方法 對付幾個年輕人 不行嗎 是不是串啊 是不是串啊 是不是不肯聽限聚令的指引 跟我立刻雙手放在頭上 蹲下 兔子跳 都可以的 你有127個方法 是可以 不用傷害年輕人的 很害怕的 我想說 你看過2019年之後 以及你看過美國的Floid事件之後 你不怕 我心想,你罚我一万元我都给你,你罚我五万元我都给你 你不要按我儿子的颈子,他十三岁,你牛高马大,一会儿你按到他如果这样就会 我真是死给你看,我难听说,你怎样跟闫罗王交代? 你儿子在那里死,他会打球,打球给警察跪颈死,你赔回我儿子给我,你怎样赔?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这是什么事案?很恐怖 我听得出,如果我们两个,假如是那个爸爸 和他死过了,可能心里面那条戏 哎,不过不知道,现在你在香港的爸爸,你真是不知道怎么办 你在香港的爸爸,真是不可以怎么办 香港警察不是一定对着犯人,或者对着他们怀疑犯了事的人 是一定要一开始,就没有亲截了别人 跟着所有的言论就是有器官有动词 指着头,指着胸口,跟着是肢体接触的 我不是太明白,你对着一个十多岁的小孩 要用三个标刑大汉去控制他的 他跟我说,爸爸,这些不是警察来的,警察不会这样跟我们说粗口的 我读书的时候不是这样教我的,老师不是这样说的 我一去到,他按住,我说哥哥干什么事,为什么你们按住我儿子 他说,你不是警察来的,警察不会这样对我的,警察不会是没礼貌的 神经的,警方回复就说,昨天下午5点接到报案 说有多个人在篮球场聚集,说二人不要戴口罩,警察到场的人就立刻散 之后截停两个男子,其中一个男子情绪激放,用手襲击两个警员 男子涉嫌习警被捕,准保释后查,4月初向警方报导 很像牙线,没有啊,其实我们保持冷静吧,OK 毕竟我们都只顾着这个评论的身份,我们唯有这么说 标准现在香港公安的SOP,Standard of Procedure 是一定这样做的,你被人打,就说你情绪激动你习警先 然后他就只不过是智慧还击,取保候审 一模一样,基本上是没有变过的,唯一的分别就是人证物证 甚至乎你看到没有Gear,没有反抗,只不过是一个民生到不得了的打球事件 他也是用这句的,你又有谁会帮到他呢? 因为现在香港已经凋零了,没有第四拳,没有议员,没有教协 如果以前,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唏嘘的地方是什么呢? 那些蓝丝,你自己想清楚,这两个小孩可以不一定是黄丝的 蓝丝都可以下去放风打球的,那你想一下,还有谁会帮到你呢? 没有议员会帮你,没有教协的人士会帮你 没有任何有良心的社工可以出声,会跟进你 你自己想一下,这次不一定 你不要在那里行灾落,活该死吧,死黄丝 你蓝丝不用放风,他未必是黄丝的 现在全香港都深受疫情封闭的影响 真的有两个顶不顶下去打球,呼气的 你真的这么肯定那个不会是你的儿子? 香港现在搞成这样,就是这些皇军 就是过去那两年,所以其实你可以很容易问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 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他们大领势的嘛 他们是没有网管的嘛 他们是没有东西怕的,因为没有后果 没有东西怕,没有后果 还有我觉得他那个大领势的意思是到了一个地步 就是我叫你站着站着站着 你敢给我射个波罗里? 就是不妨我了 那至于那个爸爸问的那些问题 那我想19年的时候大家问了很多 需要不需要粗口问候人先啊? 那没有多久都可以的吗? 没有,但是没有东西跟进的 所以其实如果你说认真的 还有什么是跟公共利益有关的评论角度呢? 我觉得真心是什么呢? 原来如果曾经,就是作为香港人 你曾经以为所有东西就会尘归尘,土归土 只要政治风波平息 香港就会恢复正常的话 你会发现回不了头了 我们不要说其他 就只是说这班纪律部队 回不了头了 没有了19年了 哪有黑暴啊?哪有游行示威啊? 没有啊 他有没有回去以前我们的Asia the best的纪律 原来是不会回去的 Asia the worst 现在大佬 不止Asia 真是我想the world 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是特别 就是要说给那些 就是无论你是那些犬鱼啊 蓝丝啊 睡着那帮香港人听呢 你是不会可以独善其身的 19年、20年的时候呢 可能你曾经以为 我就一定不会有事的了 不,我先保定一批 现在没有人说这两个被人夹的年轻 我们没有说过 没有啊 我们不知道 我纯粹是说 就是你看到那个深吁的程度 是因为你知道呢 烂了个警察 政治风波完了 他都不会变回好的 然后承受这个恶果的呢 就是这些无辜的年轻 下去打球的年轻 然后可能就是曾经在那两年里面 搖旗立善的蓝丝 下个有机会就到你了 你不知道永远发生什么事 就夹你了 真的很生气啊 我今天真的很有情绪 情绪的意思是 为什么会这样静了 你不要不需要这样做 这个只不过我觉得 你刚才说了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没有了第四拳 大家最开心了 这些什么《苹果》《立场》 没有了没有了 那你给一些民生的记者说一下 那这些片子就好在有些 哦是的 风有效文 风有效文 激死你了 交了给这个人力放上IG 喂 原来IG 我知道世界性有世界 它有区域的经理 正如YouTube Facebook都有区域的经理 喂 这条片呢 IG投放了上去 它就帮你删了一条片 话说呢 他们自己报道回 就有38万人看了 那IG来说 都挺多人看了 多了 当然多了 多了 对上一次就是那个 好像那些宠物被人 就是深圳那里 虐待那些 虐待那些 喂 他IG帮他删片的原因是 协助伤害他人 喂 这个Channel C想上诉 原来一样 喂 怎样 现在香港 原来没得上诉 喂 没有的 就是你跟我一样 有一天你讲了的东西 我们是协助 不论你世界在哪里 我想曾志豪要开始稳定 伺服器了 就是自己要伺服器 否则呢 他用任何 就是你刚才说的 没有第四拳 监察住 大家就是这样 就是你自己的年轻 不论你是什么事 都好 你就受到这样的惩罚 喂 现在这样的视频 他播出来给市民看一下 就是等于一些情绪很高涨 或者情绪很不常 市民在地址上 都是给大家报道一下 哇 香港人很疯了 知道一下而已 喂 IG都这样的时候 喂 这里我就分两头的 因为我觉得呢 其实你说IG 要在现在这个时势呢 协助警察 为了这一宗新闻 而洗片呢 我又觉得 未去到那个程度 因为老实 你要洗 像你19年洗光了 如果你要过 那不就更大 你要洗那些 我反而倾向呢 我觉得IG 他们那些很低能的系统 很多人都经历过的 你放一些这样的片段 他就无端端说暴力 可能是类似 就是说你会引起人家不安 因为呢 我怀疑他看到这条片 他会自动把它当成是否 一些所谓欺凌行为呢 因为 其实很好啊 我觉得他这个禁制 正道的AI都说你犯罪 IG都觉得这条片 简直是bullying 还是很严重 没有人性的那种 所以他为什么会禁制呢 他可能就是用了最愚蠢的理由 你不是想着 让多些人看到这两个小孩被人打 很惨的 他们被人欺凌 你协助散播 他们被人侮辱 没错了 其实是真的 我现在不是在说反话 是他们这些Facebook和IG 其实经常都会做一些很低能的事情 无端端就 你为什么删掉 他拿路 其实可能他只不过是肉色 臉很大那些 为什么我会有这个怀疑呢 就是 刚才说第一 这件事未严重到警察要害怕 小警察有什么要害怕才可以 所以我不觉得他是给压力IG的 第二就是你想想最近乌克兰战争 那些人说大开绿灯 在Facebook上面 凡是发布和俄罗斯 和乌克兰里面有关的信息 Facebook都很少禁止 很少禁止 那些物种血声 全部都看到的 所以我倾向是他很低能 不过在这个已经很荒谬的情况 他还要用一个这么低能的借口 就是做了这个行为 是的确令别人 就是没办法不怀疑 甚至没办法不愤怒的 不过我就这么说 这个这么低能的方法 有挺好的 认证了那个三个黑警 就是伤害别人 是的 人家就算说我们没有人控制的 的确是一个AI AI测试了 原来AI都觉得你是黑警 正在打人 做得好 所以我觉得做得很好 那可不可以在高尚法庭 是第一次AI指控警察成为证据 而判罪的一个证据呢 是的 你说你执法 还说是最低武力 他确实是用那些的 最低武力情绪失控 sorry AI这些国际认证的IG上面 他们不会帮我们的 是的 他说你们在伤害他人 是的 是的 所以如果你说硬硬 还要有什么黑色幽默的话 那唯有这样回应那个市民 那个爸爸不是说 那个儿子都不相信他们是警察 还说没有委任证 我谁知道 是什么 是 世伯 香港警察呢 现在最新的认证身份 就是不显示证件 问候娘亲 和将明显无力反抗的人 都将他按在地上 枯颈 他一做这些动作 你就相信他真的是警察 因为黑社会反而不会做这些东西 黑社会 我记得你有没有看Facebook 有个网络 所谓江湖熊人什么Temple哥 Temple哥 好笑的 他经常说他乱替自己 对了 对了 你想想 如果你有看过Temple哥这些片 他打的方法是多么文明 掌刮你两下 然后就会开始教你 不要乱报你是谁 不要 接着他还可以解释 我是傻的 然后再刮他两把 你想想 如果你在黑社会 是这样执行家法的 只有香港警察才会不让你说话 按你在地上 拳打脚踢 你连想对着镜头 伸变的机会 都没有 所以 可以的了 认证了百分百是警察 不用怕了 还有我曾经想过 我们有香港人 曾经怀疑过 香港一段时间 上级可能是没有警察 找了下来 是吧 原来不是 不是的 原来根本 人家说 近时很老套 七零年代我们长大 有很长时间 是这样的意思 原来从来都是这样 这个 如果你现在看香港台的朋友 你比较不幸留在香港的话 真的你要小心一点 慎防这些警察 我们语众心诚那句 原来证情过了 他们的性情都是没有改的 你们真的要看着自己的小朋友 下次见到阿sir来 你跑不掉的了 记得 沙嵬低头 对不起我错 没什么都不给了 我错了 现在正常的市民变成了狡猾仔 他们的行为 阿sir一来 一物一物一物的 那些大佬就凶了那些小孩 那些小孩走了之后 那些大佬好像跟着警察来 阿sir你好 原来那些小孩 看到这些警察 将来是 哎呀 他自己的小孩 变成了狡猾仔 学会狡猾仔的做法 是啊 所以如果你说开这个 我不知道下一单 会不会和这个有关 因为大家要小心的 现在保安局 邓炳强 是负责帮大家 抓你去隔离营的 是啊 大家真的要小心啊 你千万不要反抗啊 要不然我不知道怎么办 他抓你进去 隔离营已经很监狱的 不过你说隔离营 这一件事是很难的 我自己就过不了自己的关 不是说怎么样 也会过得过的 我今天不是很坏 不是想说 哎呀 大家已经说了方仓很多天了 又是厕所怎么选择 床鱼怎么吃成什么 是 进去都不知道怎么坐 哇 真是很噁心的 厕所的插头又没有 不是这些 大家要看的是 是一堆蓝色的 后面有一条很短的 所谓的 你看下去这条桥 对于我来说 很噁心 很硬硬 硬了我整天 是 这条左手边 那个地方 用换个角度 左手边 是深圳市 右手边这一边 落马州 可以有万多人的地方 这是香港 但是 原来香港现在可以 不需要一地两检 是没有了这个东西的了 没有 近时不是说 那些人在罗湖 我记得六零年七零年 那些人偷渡 很辛苦走到河 会被人射杀 喂 原来没有 那时候西九 一地两检 不会有人拘捕 怎么会有人拘捕 结果有个郑文杰 被人拘捕了 对不对 是 但是现在这条桥 哇 我叫它做内河桥 为什么 你过去了之后 你就忘记了 你是香港人的身份 喝完那杯盲婆水 盲婆汤 盲婆汤 喝完之后 你进完去住完 你不听话 你过去 我们找人招呼你 唉 人家说的嘛 因为用紧急法 建了这条桥 就被内地工程人员 和物资直达香港的工地 这条临时桥 还得到豁免的 因为 不会受香港法例规管 连内地工程人员 那些都没有 但是他又说过 这条桥完了之后 就会拆的了 就是这个所谓的捷径 方便之门 是优惠时段 一闪即逝 是的 就是在这个瞬间 没错 在这个瞬间 其实是 就是中港真的是 心连心的 我们果然就是 完全融入的 那我想这条桥 的确好像你说的 其实是 那个象征意义 比实际的 因为就是 毕竟他又 我想他不会出谷话的 就是工程完了 都一直这条桥 就很笨的 但是象征意义 你都这么说 大陆觉得笨 这件事不是很不出奇 你说的 我唯一一次 不同意你 是的 我想他 他象征意义大过一切 就真的令到很多香港人 甚至乎 我不知道是不是 可能内地人士都会觉得 是的 其实本来 我们就是 本事跟更新 是的 本事跟更新 这条桥其实就是 就是 类似那些 港珠澳大桥 一样而已 都有一些两地联合的 不过免检 是的 免检 周到回去玩 近一点 走过那里 是的 如果你一对比 金色对比 真的需要偷渡 是的 其实随时可能有条桥 就崩了过去 以前那个年代 应该 应该就不会有这件事发生的 是的 所以可能大家会有很多问题 就是 是不是紧急到 要建一条桥 直接将两地的所谓的区间 完全打破呢 是不是紧急到 如果没有用这个方法 就搞不定呢 那可能是的 现在疫情十万火急 是的 不起不行 不知道 我看上去就很硬 我就觉得怪些 你想想 如果我们西九 看到下面 五层地下下面 有隔壁在那里 我们都这么不顺超 有什么理由看到这条桥 没什么 很正常 很反智 我意思是 我 你先说 我意思是 他觉得 他呢 是 如果他以运物资来说 这个是最短的距离 A点对B点 深圳运过来的东西 你也知道 都是运大陆插手 插斗 都是那些 那些 但是这件事 对于香港人 以前香港人一定会出来示威 这件事 但是现在没有了 香港已经被那个疫情攻陷了 未必会示威 但是我想以前 是会很合理地 一定会质询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一定要是大陆运人过来建呢 其实这个问题 我自己在这个频道上 我都问了很多次 方仓医院 比如之前说青衣城 青衣那里 青衣城 我惯着自己家里的地方 特首又怪又拜 说守战胜利 我都是问了那个问题 我们上次都问了 香港地盘都建不了 其实你现在看着这个洛马州 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你要这么大动作 这么大工程 在那边搭条桥 在那里运物资 运内地工程人员 来到这里 其实你说这个叫做最直接快捷的方法 不 最直接快捷 那当然是由香港这边自己运人过来 如果还是以前的香港 我想立法会议员和记者 都会问这个问题 香港不行的吗 现在你那个代价已经越来越大了 又上次 上次的代价就是因为你急 大陆做的嘛 所以连插桑 都要是大陆的 男女资 女子又有尿刀 是的 那个已经是付出了代价了 其实你已经不明白了 这个代价不是更大 在那条桥 不用钱的 在那里运物资过来 不用工夫 不用时间的 为什么不可以香港自己建立 我想不通 真的 想不通 这条桥 不要紧 我叫他做 奈何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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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无奈啊 这条桥 真的我不知道以前 真的以为吃完这个 这个呢 我不知道是否属于一个透气位 你看到这个 我又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梁曼年就是那个 是的 他就是那个 那个卫健委的负责人 他今次过来就指挥疫情 大家都知道 之前就说到 哇很紧张啊 全民检测了 3月26号至4月3号 大家就死了 那是怎样呢 会不会迫爆整个香港呢 监狱 是 似乎 我很少同意 有少少 似乎想同意 不过我又不是很懂 看你会觉得他有没有其他目的 他接受新华社的访问 他说 他说 因为现在最重要的目标 就是要减低死亡率 因为香港已经是灌了 美国其他国家里面 如果说 因为这个疫情同期里面 十万计来说 每死的人在香港已经是冠军了 然后他就说 把太多老人家要死 或者有病 那种重点资源全部 将他豁了出来 就是所有力度 就去了 就是减少死亡 我觉得香港人现在老人家 小孩 他也是害怕死亡 就是老人家 就是那些安老院 又是爆得很厉害 假若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这样去执行 那才算 就是说香港不是现在很忙的 弄到大家乱了大龙 这个资源 这些部门都抽调 会不会是一个透气位 如果对于香港市民 虽然他们是降高 到底什么目的 他现在下来 会不会那个春蓝都觉得 如果下来看 不行了 香港不可以做到像大陆那样 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 他如果纯粹以他这个建议 合情合理 因为这个建议 早几天 一个礼拜前 袁国勇他们已经说了 甚至乎之前 孔帆毅很多不同 香港的医疗维生专家 已经说了 就是说 全民强检 找笨 其实做什么 就是你又放风那天 香港已经是充满了质疑和反对的声音 所以你说梁曼年 现在他这个 把重点放在医疗重症 或者一些隔离上面 其实某程度 是跟香港一直在呼唤的东西 是很相似的 隔离那里 其实这都反而有得保留 因为其实香港都感觉到 你不可能隔离了这么多人 你大概20万可以去玩 那怎么隔离 你去到最后不是家居隔离 所以但是最少 全民检测 根本你知道是废的 做不了 所以他这一点是绝对没有错的 你说他有没有什么的 政治信息 含义 落到出来 最明显的信息就是 大陆做事 为什么呢 香港专家说 没人理 大陆专家来 民建团立刻转态 我刚才立刻都上网看了 看新闻 全部那帮柴子 第一时间就说 是是是 就是全民强检 并不是首要目标 如果你之前不说 之前当01放风出来的时候 多么厉害 所有民建团的柴子 不单止要强检 还帮你不死 加上要禁足 你不禁足 就不是一个整套 大家都还记得 那时候有哪个人 会质疑说 香港是不需要 在这一刻做全民强检 没有 阿爷一吹鸡 派个人来说 我们重点 应该放在那里 哇 说得好 说得对 民建团呢 其实更恐怖 就是我刚才 刚刚立刻 就是 看看哪个人说的 他里面 民建团 今天见记者的时候 他们就说 建议 将内地专家顾民团 包括 这个国家卫健委领导小组 直接放入香港抗疫顶层司令部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以逆谋治的那条计谋 就是说 香港的管治 虽然我们已经知道 就落了入 阿爷手上都已经不容置疑了 但是可不可以去到生活上面 甚至乎是日常不同领域的每一个层面呢 这次抗疫是完全达到这一点的 就是你只是集中说现在梁文年 他民建团这个提议 其实就是等于直接告诉你 香港的抗疫 不单止不关陈兆史的事 不关张族军事 这些层次太低了 Carrie Lam也不关你事 是要直接将 卫健委的人 放入抗疫的司令部的顶层 那就是他是最top 他主持的 那你说 对香港来说 是不是匪夷所思 如果用以前的说法 喂 这些不是国防外交 交给香港也可以 连这一饭 现在都要直接国家来主理 那这个就是最大的政治用意 所以我觉得他既是说一些很实际 符合港情的建议 但是最可怕的地方就是 阿爷说的那些就符合港情 阿爷一天没出声 香港的专家说到牙血都出了 都不会符合到这个疫情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你觉得这次阿爷派人下来 其实看完之后 某程度上不得不承认 他们下来香港 其实所有城市 他们一直都很自信 觉得要封到要清零就清零到 这次他这样说 先管好了自己减低死亡率 跟着对老人家 释放所有的治疗 治疗了他们才减低死亡率 是不是某程度上他承认了 其实他们控制不了这个病毒 他在外面不会这么说 但是香港这个地方 不论那个民情 民意或者里面香港人的DNA 我们真的觉得你低能 你这样下来 这样跟我们说是否废了 他某程度上也承认了 香港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他派王毅 派梁曼年下来 全部最高层 就帮助一个很小的香港 很少人 但他也知道香港不同其他地方 因为我觉得他解得通的 第一就是你说 为什么天津啊西安那些 你又会封城 然后连续搞几天大检测 为什么香港反而说不用呢 因为有一个最大分别就是 最少内地刚才说的两个城市 在他们官方公布的数字里面 从来都没有试过 好像香港那样 每天确诊有五万多的 我们不要理他 起码官方摆出来 大家都拿一些模式出来 他上面真的没有那么多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现在为什么他说 你不用做全民强檢呢 就是因为 你都爆了这么多了 为什么要做全民强檢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 香港的专家都信服这一点的 所以 大陆是绝对可以用这个 作为一个完美的理由 告诉你 为什么香港和大陆 在抗疫这一环里面 是会有不同的 这个解得通的 上面都不会有得吵的 上面都不可能说 为什么要做全民强檢呢 不用封诚啊 什么什么什么 因为他就会跟你说 那他爆得很厉害 我们内地的城市 没有爆得那么厉害 这个解决到了 所以第一 第二 我觉得应该最重要 是这一点 就是香港现在大家 那时候秦婆已经继续到 一个怨声再度的地步了 他无论说什么 你都发觉 你瘋了 你这个不行的不行的 然后 阴差大臣 魏建伟 黄恩浩荡走下来 说一些很有人性的说话 而 其实这个人性是他搞出来的 因为你迫到林郑要做全民强檢 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这件事 但是他都拿了工 现在魏建伟出来 好像告诉你 你们怎么这么无知 你们怎么乱了 我是聋的 对了 跟我的 我这套可以 那真是香港人 会觉得他那套是对的 然后我估计的剧本就是 他做好人 他还有一个很有人性的方法 去对付香港的疫情 他一定是会将这场 作为一场示范战争 打到有那么文明得那么文明 有那么关怀得那么关怀 这似乎就开达到两个目的了 第一 就是让大家觉得 哇林郑真的不行 然后就觉得北京真的很好 中央真的很好 然后真的不好意思 借你来祭旗 林郑欠你的人头 就抬举了中央 你就替罪羔 然后会不会是因为这样 令到大家取信于北京 然后就可以挽回过去那两年 就是对大陆的那些政治形势 因为其实很实际的 对很多香港人来说 你有实位东西给我 我不会那么反的 反的力度会小很多的 这次疫情终于等到了 尽心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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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线是会移动的 我觉得现在袁国勇那群人 在用自己的春袋 不用了 你以前帮他们说这么多 现在你说的其实你已经说过了 一模一样 被牺牲的了 被牺牲 以前在社会里面 大家对你的尊重一来没有了 负数了 现在又觉得你是一个狂人 科学的狂人 到今时今日你任何 就是一个这么得高望重的人 在这个时候衰收尾 而且是疫情 他那一番衰收尾 其实我又觉得袁国勇 其实他又没有去到 我自己觉得 其实他又没有去到 就是所谓的围府作残那样东西 就是我觉得 他可能有些说话 大家那时候真的会不合听 可能会不合听 因为他太科学了 就是他是欠缺了一些 比较到血肉的一些关心 但是如果你说 他是不是就是为政府说话 我觉得还没有去到的 但是都不是重点了 我觉得最惨的是 你现在这样中央大臣下来 才可以将整个疫情形势 你方向扭转 你就是坐实了 刚才说的 我不会让你香港人 有自主的权 科学是要上面说的 才叫科学 你说的那些 是一般意见 你就自己拗 拗到最后 哪个一锤定音呢 上面 说真的 这个对香港发展 是完全没有好处的 难道以后香港 事无大小 都要上面一锤定音 对不对 对 还有我觉得也要提醒各位香港朋友 就是 其实不是纯粹香港官员无能的 香港官员是无能的了 但是这件事情是谁搞出来的 其实就是上面 是她 一直令到香港的防疫决策 左右摇摆不定 比如林郑 她曾经一度强烈反对要全民检测 上面逼她做 喂 那你逼我做 那我就放风了 我就告诉大家我要做 然后大家笑我 那我没办法 我不做你就说 我就叫躺平了 大家还记得这一幕 谁知道原来是过你一栋 去到后来疫情爆了七彩 他就上来收割做好人 所以去到最后 其实我们的无能 都是上面逼出来的 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其实这个共产党真是很厉害的 很厉害 这次真是被他玩到值 很厉害 你刚才说的时候 你不是说到 不可以像天津、北京这些城市、上海 我们大家都 香港这个地方 可能比较透明一点 虽然有了之后这几年 大家都不可以很全面 没有了其他媒体 但是总比中国里面自由 但是这么久以来 中国里面整个国家的疫情 大家都没什么人再怀疑 因为为什么一时但 你说什么数字 有没有多少人中招 就很少了 就是百多个、几十个 有些地方就很大阵仗了 是 反而我觉得 其实他们从来 他真的很奸 就是聰明 聰明是什么呢 其实他是最早走群体感染的 你想想上海一早已经没有戴口罩了 是不是啊 摸他街 真是要这么说 很多人上去 那些人说 真的上去啊 不用戴口罩的 然后又说 没事啊 因为是感冒来的嘛 他们有了事都会很快 拗好嘛 你又会到时那时候 在喝那些什么 什么 莲花 莲花青花 自己又打蓝筋 自己又拍两个 今天有小喉咙 你觉得玩是这样 可能今天太累了 牙又又痛 热气 但他真是很聪明到 两样东西他都拿了 就是他可以尽多大家 就叫大家控制香港 香港最不听话 但一早 这个就是中国式的语毒共存 其实上高语毒了很久了 因为他一直不需要戴口罩的 你看到那些中国城市 他说没事的嘛 如果我们香港 今时今日你说没事 那些人都… 我叫香港的朋友 如果真的有解封 我们加拿大 叫你不戴口罩 你突然间都仿佛 好像不是很惯 都是要戴好些 就是觉得这个Omicron 是会令到你会有机会 就是小孩子也好 人家会死的 但是大陆一早已经不用戴口罩了 因为他就纯粹基于他的资料 所以我觉得 是呀 若韩信也很差 是呀 我想上面 他的数字固然就受到各方质疑了 你很难会相信全部 但是我觉得 真的好像两边的极端 我也不相信 就是一边极端 就是好像他这么说 只有几十宗 就是当你香港都爆到这么厉害 他只有几十宗 这个极端我不相信 但是如果你说另一个极端就是 其实上面就是全城沦陷 不过他忍着不说 我又不相信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很多普通市民 他肯定是就这样出出入入 买东西 譬如大家都见过他上面那些综艺 他真的正正常常开拍的 就是大家一条街上是正常活动 就是你说如果他们拎了东西 然后他又要掩住不告诉你 我就觉得又太难以自信 所以 某程度上会表达出来的 没错 因为他都会做的 我反而比较倾向就是 上面固然有隐瞒的地方 就是我想一百宗 他不会跟你说完 但是他也有 他控制他的那个形势 但是他那个控制的形势 是付出巨大的代价 譬如我们肉眼看到的封城 他真的可能有两宗三宗 甚至乎可能有一些没有报出来比较多 他够胆死就真的全城停了 譬如最近那宗不是说 深圳那个加班楼 就是说里面是最多人加班的地方 他不知道中了很少人 就是报出来十几宗而已 全个大厦锁人紧急缩散 躲回家旁边你不用搞了 这些呢 我觉得是他们才会做得出来 就真的一宗爆出来 全家陪葬 你说没有人权 自由那方面 固然可能觉得很辛苦 但是他真的这样的咳嗽 而且再加上他们的监控手段 大家听很多的那些黄绿马 的确又是令到你觉得 喂 还有人性呢 就是没有自由的 你一变成了红马 拿不到那个绿马 就走不了 一方面是没有了自由 但另一方面他就颠到一个地步 就是他可能颠到就是 你有一个怀疑有问题呢 他就围封了一百几十个人 喂 他真是所谓严刑进发之下呢 可能他真是被他压了一个 就是相对平静的环境 我比较倾向似是他用了很高的 很冷静的 我真是很喜欢你 因为真的你说不通的嘛 你说如果上面是人间煉獄呢 那怎么可能啊 你见那么多人 就是很多香港人 你只是说靓靓魔童那些 他上去玩那么多真人秀 他不懂得帮你配合这套戏的 如果他已经领了东西病了 他还要发高书又死又成 他怎么会还跟你在那里 还在那里晒个爱马仕手袋呢 所以我就会倾向相信 他在中间用了超高压的手段 来按到一个这样的情况 香港按不按到呢 香港怎么做呢 香港就没有了 如果你说到 我见到你这个人是特别冷静 我认识的人当中 你相不相信有人不怕死的呢 我们之前 有人不怕死? 是 如果我说他不怕死 你又觉得 没有理由的 人是应该怕死的 是不是 哦 是是是 好啊 我就介绍 真的会有 真的会有 因为有变有正常 我们看一看 没错 这位朋友真的令到我们觉得 哇 是不是真的人不怕死的呢 我们看一看 这一个我们都觉得很惊讶的 香港人 几乎 厉害 近日开始都认识到一些记者朋友 可能都会一起出去 市外的地方 或者市交的地方采访 昨天就去了破坏很严重的 AO片那里看 真的很多人流离失所 甚至是有些可能死了的人 死在一条桥里 其实都是几凄惨的状况 我问了他 他没有打算回香港 他还打算留在那个基库 他已经被人截了 要那些死女 那些蛾兵嘛 死女发生 这些是看电影才发生 死了 你又不知道他讲什么语言 总之你就被他捉住了 两样东西的结果 要么你就死了 要么就做人质 那一刻他经历了 当然他是一个跟着跟着就去了这个战争的中央 大家都能够作为一个香港人 但是你经历了这样 我问问你 曾志佑 你这么勇气 你也算在我见当中是一个勇气的人 你看到这样死的 他还留在那里 我还看到他手有戒指 是不是我想是 你有老婆可能 我只是这么想 为什么有这样的人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值得谈讨 因为这次这个乌克兰的战争 很多香港人除了关心之外就是身体力行 譬如除了他们现在这位记者又走到现场 之前都有的 我看到Facebook说以前苹果有个记者 都走了进去烏克兰想采访 之前也有一个就是梁柏堅前区议员 也是做迷买的时候 他做公民记者 他都说他要进去烏克兰那里开YouTube采访的 很多香港人会关心的 所以我特别想说两点 就是第一 我想是因为有种投射的感觉 就是觉得一个弱小的国家 无端端被一个强权 像这样欺压 然后他们背后里面也刚刚又有中共的身影在那里 再加上之前那个Winter on fire 很多这些东西 他的纪录片 可能香港人会特别关注 有一种投射自己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是很合理的 但是我觉得第二个理由呢 我更加想香港人希望可以接受到的就是 其实香港的传媒工作者 香港人 他是有权有这种国际视野 他是有权也有资格参与其中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实在太多人是野鱼和嘲笑这些进去战地采访的香港记者 很可憐 譬如我看到梁柏堅 他特意要在Facebook上去回应那些人 就说我不是博出位啊 就是为什么你要说我是因为贪威啊 很多人都会说你为什么要臭热闹啊 为什么人去你就去啊 我真的想说 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你看到这个战地记者是红烧绿眼的英国人 你没事的 你会觉得他有战地记者 他是个美国人 当然啦 他们国际大媒体他们会有战地记者 甚至你可能看到有什么非洲啊 沙烏地啊 什么中东 你都没有人会质疑的 你都会觉得合理啦 因为他要去采访 因为这些新闻是全球关注的 为什么有香港的公民记者自己走过去 你不是会说太好了 我们有香港人的声音 太好了我们有香港的视野 为什么你第一时间就会说 抽什么热闹呢 关你什么事呢 喂 你这句话其实不是等于告诉别人 其实香港是没有资格 没有身份 去关心一件国际的大事 那其实是你看不在香港啊 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是不是针对个别人士 已经不是重点 重点的就是 很多香港人都会觉得 在国际大事前面 香港人是不应该出现的 香港人是无需出现的 我想这个是大家应该要好好反省 你怎么会这样看下自己的 就是难道你看到 华东震灾有香港人就觉得合理 玉树地震 你看到有人捐钱就觉得合理 哦 一看到国际人 国际的大场面 香港人出现你就说跟风 喂 那这个不公道 真的不公道 所以很多谢这位吴先生 卡尔在那边 就是让我们今天有这种的 性格是很重要的 好 那再次多谢 就是今天听你说完这句之后 就是要跟你说三个字 I love you 真是 还是什么 Love you bra Love you bra Love you bra 快点几时几时 你出来了 你有空问一下你的老友 问一下杜先生 为什么 他真是为了很小 好 那就Love you bra OK 谢谢 下个星期我们同步了 因为大家开一个队了 那你台湾的时间 等于这边的时间一模一样了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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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一直相信同乐广告去支持香港